你家老四你打算咋办啊,人家都找上门了,总不能就这么不管吧。 那我能咋弄啊,我现在这样,打又打不成,骂得他也不听,我能干啥呀? 照我说,老四这个年纪,就该娶个媳妇管管他,这男人到了年纪没娶媳妇,就总觉得自己没长大,只有有了媳妇生了娃,才知道归真。 他自己没用,你看刘成那小子都知道谈对象,老四这么大的人了,还不知道出去谈对象,真是废物。 老四能跟人家刘成比吗?刘成那小子多紧啊,模样长得俊俏,会弄来钱花,人家在外都吃得开,身边朋友一堆,特别会讨姑娘欢心。 跟年小花搞对象之后,那也是一心一意,再看看老四,模样不咋地,人也比较闷,看人都是偷眼看,那人家姑娘看到他就躲老远了,老四这种的,得家里大人长眼,给他相看。 家里哪有那么多钱,给他娶媳妇啊? 这话一出,丁大姑就不爱听了。 年小奶,这就是你的不对了,家里再没钱,也不能不让年吴娶媳妇啊,他那么大一小伙子关在家里,你就不怕他关出毛病来啊。 丁大姑指了指院子。 你是整天躺床上,看不到那院子里的裤衩子,飘得跟起似的。 那,那我现在这样,想帮也帮不了他呀。 年小奶,你想啥呢?你帮不了,你家里不是还有俩人媳妇吗?你不是天天都说,你三儿媳妇有本事吗?她是肉连厂的正事工,认识的人多吧? 那肉连厂的姑娘,都是正事工,人家能瞧得上她。 肉连厂工作的姑娘,人家肯定瞧不上老四啊,找对象,那也得门当户对呀。 我的意思是,肉连厂的人家里,总有些条件差得亲戚啥的吧?就老四这条件,就别讲究那么多了,现在就看有没有心替她找。 老三媳妇那么忙,哪有时间来管老四的事,真要找,那得让老大媳妇张罗,不都说啥长嫂如母吗?这是咋也轮不到老三媳妇呀。 丁大姑像是看神经病似的,看着年奶奶。 家里没老娘,才轮得上长嫂如母,你可别皱自己了。 当然,你要让丁秀帮老四张罗这事,也不是不行,这可不是小事。 下午,我把丁秀叫过来,你当着她的面,自己跟她说这事。 连奶奶一听这话,顿时头皮都发麻了。 你叫她过来干啥?你,你,你就好人好事做到底,帮我传个话就行。 这话我可不传,这婚姻大事,又不是让丁秀帮忙烧个菜,咋能这么随便呢? 当然是你这当婆婆的当面跟她说,托付给她才行啊。 年奶奶一想到丁秀拿刀追砍年武的事,就浑身发抖,她怎么还敢让丁秀过来? 还是算了吧,这事就不找丁秀了,还是让老三媳妇来张罗这是吧。 这是正事,小红也没成婚吧,我听你说她找了个挺不错的对象,那他们兄妹俩的婚事,可以前后办。 你不是说家里没钱吗?照我说啊,小红那边先谈彩礼,给年武这边先把媳妇给娶上再说,这样不是就不用你掏钱了。 年奶奶听丁大姑这么一说,觉得有道理。 那,那让老三带她媳妇过来一趟吧。 这还不简单,我回头跟年高儿说一声,让年高儿去学校的时候,跟老三说一声就行了。 他知道啥,就光知道弃人,可别找他。 你这话就不对了,年高儿咋了,人年高儿虽然年纪小,但他可比有些大人聪明多了,他啥事办不好啊? 我就没见到有年高儿办不了的事,别的不敢说,但是找年高儿办事,那绝对是一办一个准。 来到年高儿家,丁大姑就把事情说了。 没问题,我明天上学就去找三叔,刚好下个月,我丁姑奶奶的工资也要给了。 呵呵,还是年高儿想事情周到,这么说的话,你小姑姑也该回来一趟。 第二天。 年老师,我奶让你抽时间带三婶过去一趟,她一个多月没看到你,可想你了。 年历人急忙看看周围同事,果然有同事抬头看过来,年历人人都麻了。 这死丫头说啥呢,让我回去就回去,为啥非要说一个多月没看到之类的话呢? 这不就是告诉别人,我一个多月没回去看老娘了吗? 年历人赶紧把年高拽出办公室。 年高儿,你会不会说话,咋说话呢?啥一个多月没看到? 胡说,我中间回去你又不知道? 啊,那应该是我丁姑奶奶记错日子了,回头我跟丁姑奶奶纠正一下。 年历人气死了。 这死丫头是不是故意的呀?你好好的跟她纠正啥? 就一句话的事,你非得在中间盘来盘去的,你小小年纪,嚼啥舌根啊? 三叔还是教说话课的呢,我按照号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,咋还变成嚼舌根了? 我现在就去问问张老师,让张老师教我啥才是对的。 这死丫头到底要怎么样,竟然还要去找张校长,疯了吧? 你,你找啥张老师啊?你问她啥呀?错了错了,我错了还不行,你是对的,我记错日子了,行了吧? 崔盈盈跟年历人回去后,才知道年奶奶要给年五找对象。 娘,这是咋轮得到我管呀,真要当嫂子的管,那也是大嫂的事啊。 老三媳妇,你大嫂因为她家老大的事,跟你婆婆闹成啥样了?你让你大嫂来管,她能管吗? 再说了,你大嫂就是一个农村妇女,连份正经工作都没干过,哪里比得上你认识的人多,门道也多啊。 话是这么说没错,可是我这天天上班,工作也忙,哪里有那闲工夫啊? 再忙也有吃饭,说话的时间,你婆婆昨天跟我讲了。 这家能干成这事的,也就是你们两口子,老四的终身大事,你们当哥嫂的,上点心,她以后肯定会记忍你俩的好。 年龄人本不想管这破事,但是丁大姑说年文景没在家,前些日子刚回来,在家没带上几天又跑了。 至于丁秀,年龄人想起,她拿铁仙在自己后面追,还把铁仙往她身上砸,就一阵后怕。 但一旁的崔盈盈被丁大姑的高帽子戴舒服了,也摆出了姿态。 我跟老三都不爱管这档子事,不过谁让我是当人嫂子的呢?不爱管也得管啊,对吧? 崔盈盈看向年龄人,年龄人的脸色很不好看,但还是点头答应了,丁大姑一听,她俩应下了,很是满意。 不愧是在肉联场上版的正式公,这思想觉悟,就是不一样。 年奶奶在旁边欲言又止,她有话想跟年龄人和崔盈盈说,但是碍于丁大姑在旁边,她不好开口,好在丁大姑很有眼色。 把事情跟老三两口子说清楚之后,就从屋子里出去了,她人是出去了,但丁大姑的耳朵可是竖起来的,关于这些事,她可爱听了。